《伊朗内政部》上个星期六 确认前司法总监强硬派候选人来戏当选总统 加上今年以来 美国第二次从中东撤军 《环球时报》评论文章指出 中东正酝酿历史性变革 中国在中东的角色备受关注 文章指出 二战以来 美国一直是中东最强大的外部干预力量 随着美国进入中东战略收缩期 各方力量文风移动 俄罗斯的介入 沙特、亚联邮、卡塔尔、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各领风骚 基于美方有一些人认为 近年中美关系恶化 中国严重依赖中东能源 因此中东是美国握住中国烟喉的理想地点 但是文章指出 中美在中东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 应该尽可能避免或者延迟中美在中东的博弈 中国不能够跟着美国的节奏走 文章认为 随着中国的影响力提升 中东形势对中国的影响也将会扩大 尽管在中东寻求和平 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中国应该帮助中东 构建自己的地区安全机制 佳因中东是全球唯一 没有任何地区安全机制的地区 长期以来 各国的安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同美国关系的亲疏缘勤 其次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可以协助阿拉伯各国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改革 此外共同反对霸权主义 使得中东真正成为中东人民的中东 尤其是美国至今 仍然对中东各国的人权状况 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指手画脚 随意将中东国家的政府机构 列为恐怖组织 反对这些做法 将会有利中东和平稳定